欢迎各位来到今晚的娱乐小奶妈 今天应该是5月12日 小奶妈我们今天第一单说什么 大家好,我们当然要继续讲一些火辣的东西 继续讲MIRROR,讲很短 我知道有些人都不想听的,不过都要讲一点 讲一下有IG有个专业叫MePunish 就说有人收到小店的求助 那些小店就说自己给镜粉,就问 为什么好像没有分享MIRROR的东西 说贴了一些海报都会有人说的 说为什么你只是贴一个成员的海报 还被人威胁呢? 说你不贴我就霸死你 最后小店都没有就范 就说被人说他不支持年轻人 又说他们坐就CCTVB 那你怎么看呢? 因为很多人都说希望大家多些包容 又说不要把那些帖文都立刻归类 或者把那些人归类为餐镜和反镜 那也有镜粉 也有说其实有没有想过我们做镜粉都不好受的 因为经常都标签了他们 那你又怎么看呢?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说话 树大有枯枝,树大有乞丝 我想每一个团体都有好的一群 也都有不好的一群 那可能好那一批就很努力地去创造一些东西 兴建一些东西去围着他们的团队 去做很多很有意义的事 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一些 就是可能叫做不生性的那些 那就尽情地做什么呢?破坏 就是你都听过一首歌叫 《难为政邪定分界》的 那个情况不一样 都是那帮人来的 不过有些是这样 有一些是这样 得出来的结论没人知道 但是 其实我也是这样说的 大家退一步看 就是好像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那有些我想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但是就留了一些言 就是都很... 就是很... 他喜欢 就是他说的每样东西 其实都展示着他 他个人的修为 那我就不评论那个人做的事 只不过是... 就是有一些不生性又不争气的人 就不停地在那里 就觉得自己现在做的事很适合 就是可能他们不懂得衡量 那个...做了那件事之后 那个后果 所以他觉得自己没有问题 就继续做了 没有事的 你就做你喜欢做的事 但是... 结果... 将来你们都要承担 或者未必是你承担 可能是你们那个偶像承担 整天有句话 什么粉丝... 粉丝的行为偶像埋单 就是现在... 现在这个... 这个情况正正就是... 展示着给大家去看这件事 就是... 正和错 我不敢说 但是很明显就是... 就是有一群人 就已经是... 真是... 断了 就是已经是近乎疯狂那样 嗯... 就是你守护你这里面... 就是说的是小部分 不是说的是小部分 不是说的是小部分 是的...小部分 我刚才不是说了 你这样说 他们会最后入座 不不不... 我刚才一开始已经说了 一开始已经说了 团体里面 你看回自己十只手指就可以了 是有长短的 有一群人很努力地去... 去为... 他们的团体 为他们的团队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也都有一些人... 不停地在搞破坏 就是我们经常说... 有些厨师... 很努力地煲好一锅汤出来 那谁知就是有一粒老鼠屎... 掉了下去... 整锅汤... 多好吃也好... 弄了... 就是看他们自己... 是不是还要这样继续下去...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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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就... 坤哥都很惨... 就是... 因为呢... 现在呢... 除了啊... 黎曼那边有战场... 跟着啊... 雪雪... 劳密雪那边有战场... 那... 连坤哥... 都比一行洗版... 原来呢... 就是啊... 坤哥... 之前呢... 就... 因为Chill Club那里... 就出错了Mira的logo的... 那它的logo呢... M字不是调转了的... 嗯... 接着呢... 坤哥呢... 就抽水... 那呢... 就... 拍了一个自动门的贴纸... 的... 那个样子... 的图... 那那个贴纸... 那那个贴纸... 就是自动门的牌... 那个贴纸... 那就是... 嗯... 很像... Mira的logo... 的... 小小像... 那样... 那... 那... 他可能想抽... ViuTV的水... 抽Chill Club的水... 那但是呢... 就... 就... 人家以为你抽... Mira的水... 那... 搞到呢... 有一些... 不知道是... 什么粉... 不知道是谁的粉... 那... 走进去就... 骂坤哥... 那样... 就是这样... 嗯... 我... 骂那些说话都很难听的... 就是... 抵你一世不红... 抵你红不起... 嗯... 我自己说这些说话都挺废话的... 为什麽呢... 就是... 嗯... 有一句说话... 莫欺少年窮... 就是... 每一个人... 没去到... 埋单那天... 你都不知道他... 那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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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只是觉得... 就是... 有一件事... 发展下去... 你就会见到有一群人... 是相当丑陋的... 而丑陋的程度... 你是不能用言语形容的... 是啊... 就是... 我... 我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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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偶像心痛... 就是... 有一群这样的人... 一下子才有的... 嗯... 是... 好... 那我们下一单... 好吗... 有没有补充... 好... 没有... 没有补充... 是啊... 那好吧... 下一单... 下一单... 周杰伦... 很厉害... 在不同的... 版面看到他... 那... 港民看到他... 那... 另外呢... 在娱乐那边... 又看到他... 那... 做什麽事... 港民看到他... 原来呢... 他现在正在开演唱会... 那... 他呢... 哇... 很虚陷... 因为呢... 他的墙又大啦... 跟着呢... 那些人又在核心的外围那里听啦... 变成呢... 就是... 他墙里面... 已经有两万人看了... 墙外那个核心外围... 都成万人看了... 加上成三万人... 站在那里... 那你说... 厉不厉害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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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嗯... 那賊又怎麽可以進去看演唱會 而不被人捉呢 真是奇怪 但是好像警察都沒有捉到 不知道是不是那個人 就忘記自己坐什麽位 因為周杰倫他們都在呼籲 就是說你未入場之前 就應該先拍下你的門卷的照片 記錄了自己的座位 就是說可能那個人真的忘記了 萬一不見了或者有意外 你都可以找大會去尋求協助 如果無憑無證 你說自己不見了 原來大會也有想過這方面 會不會無憑無證說自己不見了 然後他就說大會也愛莫能助 就是說原來每晚 很多人是兜售黃牛在門口 反兜售也有 又有很多人就向觀眾 反收購他們手上的票 大會也呼籲 不要拿些票出來賣給別人 或者怎樣 因為一會兒你就很容易被人搶的 這樣要小心 現在連票也要小心 不只是財物 就是這樣 我想說現在買演唱會票 比以前艱難了很多 因為之前我都說過我訂票 訂20張被人減票 減了一個零 明明20張就變得兩張 有兩張給我我也偷笑了 所以你要明白 現在的票你根本就不知道 哪裡才找到 你如果跟政隊去排 哇 即是沒有雷工 沒有雷工都沒有排到你 即是你一定是要靠內部營購 去找那個票的資料 但現在 你想想那些人猖狂到要搶 那即是怎樣 即是不只財不可露眼 門票也不能露眼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 什麼時候旁邊有些人 打到你那張門票的主意 即是如果你被人發現的話 真是爬手爬了你 你真的沒有仇報 那爬手可能就是黃牛賣了出去 那可能入場看那個大劑 拉他 我在黃牛買回來的 那黃牛的樣子是怎樣 不知道 那你就斷正 即是黃牛可以是你虛構的 所以 即是總之進去看那個 都是大劑 即是所有不明耐力的門票 大家都不要亂的買 還有 即是再一次說 黃牛票是不可取的 即如果你今天光顧了黃牛 即他日你更加難買到 你的演唱會門票 爲什麽呢 就是黃牛有價有市 即是只要你一天光顧 黃牛都會存在的 所以記住不要光顧黃牛 OK 嗯 那好了繼續說一下周杰倫 周杰倫演唱會裏面 有一個環節很特別的 就是他們會找台下 如果有嘉賓的話會跟他們聊幾句 譬如有容祖兒 阿沙 那跟他們聊了幾句 就說叫他們點歌 還有他們 就是喜不喜歡周杰倫的歌 小時候有沒有聽啊 那另外還有一位人輕竟然可以跟周杰倫合唱 這個說好的幸福呢 而這個觀眾的樣子說很熟口臉 還有我想說他唱得也真是不錯 不過他的歌詞 還有可能聽不清楚的音響 就有些疼疼疼疼的 還有有些害怕的 但是後來那些網友發現 喂 這個是真周董來的 是真是周董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人就是很大幅的執行董事 所以他真的是周董 那是鄭志光來的 那鄭志光原來都挺唱得下的 但是網友說 平時談那些幾十億的項目都不會慌 但是跟周杰倫合唱就慌了 頂都震了 不是 鄭志光其實就是新世界集團第三代的接班人 那他爺爺是誰呢 就是鄭育彤 是的 那他爸爸就是鄭家純 那現在呢 基本上新世界都是交在他手的了 所以他跟很多娛樂圈的名人 都有很多千絲萬縷的關係 那在這次周杰倫演唱會 他當然是得到周杰倫點名要和他合唱 因為畢竟都是新世界的接班人 那此外那為什麼他們會認識呢 其實鄭志光在過去的時間 都很支持我們本地的一些藝術發展 那他很久之前就已經和周杰倫合作去搞一些展覽 所以兩個可以說是適於微時 那這次周杰倫 離開演唱會 基本上呢 鄭志光是不需要買票的 為什麼呢 周杰倫自己給他票來看 那所以這些專櫃特殊的身份 我們這些機會都不是我們的 那還有今次他和周杰倫合唱 就是在一些社交媒體 都出現一些洗版 可能大家都會以為 以為鄭志光是不會唱歌 但是你聽歌還不錯 又不錯 不過我想遲些 鄭志光可能有一些事情會發生 那就都會驚動到娛樂版的了 不過這個暫時買個關子 等他真的那件事發生的時候 我們先討論 是的 好 啊 娛樂版 難道我們和那些女星 不是 不是 不是和那些女星 不是和那些男星 哎呀 別猜著 別猜了 喂 別猜了 現在還沒發生 又不能說的 OK 是 你知道我的腦子是想這些事情的 那好吧 黑山 那都是周杰倫的 那除了有鄭志光出現 還有周星馳 但是就不是看他的show 不過我不知道周星馳有沒有去看 那就是周星馳和周杰倫 自己那個社交網站那裡 都上載了他們的合照 那那個重點就是大家看到 他們拿著那些酒 那現在那些紅酒 哇 聽聞呢 是很厲害的 三支紅酒 總值 最少超過二百萬 因為 他們有一支 其中一支是很大支 整個三公升的 那之前是不是你有錢就買到 是要拍賣的 那拍賣完之後呢 你價高借得 那所以這個價錢呢 應該是超過一百三十萬 那之前呢 原來大樓呢 都曾經買過一支類似的東西 那大家就猜會不會呢 這支酒就是大樓之前拿出來拍賣那支呢 就是這樣 真的不知道 因為他們 周杰倫 周星馳 以至大樓 他們來不時都會 買一些很珍藏絕版的紅酒 然後呢 就回來自己做收藏 因為他們 他們自己都有各自的酒教 就收賣這些酒 那去到一些時間呢 他們拿出來拍賣呢 那個數呢 可能一來就已經貴了 成球幾兩球東西 就是球幾兩球東西 就是百幾二百萬 那所以他們的錢呢 就是投資這些回來 不過你要記住 他們投資這些紅酒的時候呢 首先他們就要有一個很適合的地方去收藏 那這些紅酒呢 才不會租談的 那就是 又是那句 這些機會不是屬於我們的 那我哪有地方放紅酒呢 是 那有人說我 說廢話 那樣好像拍賣 就是有錢就買到 不是有錢都可以買到 不是的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你走不走得進去收賦給拍賣 就是人家請你才行的 就是人家請你才行的 你又知道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你收賦給拍賣會呢 不是我們的阿豬阿狗 說走進去就走的 人家是會有一個邀請卡給你 你才能進去 是呀 你去其他那些拍賣會 可能 你去那些什麼銀主盤拍賣會 那你阿豬阿狗就能進去 但是他收賦給拍賣會 他是真的 人家 即是 怎麼說呢 擀掃過你 真是身家清白 是有錢才讓你進去 你怎麼知道 那些人會不會在那裡玩東西 因為每次如果你進去拍賣 舉手呢 你每舉一下手 人家都在那裡打掃過你的帳 如果你沒有錢 你進去 你根本是進不去 那所以收賦給這些地方 真的不是亂進去的 嗯 好 那下一單呢 就講一下素凱琳 這單可能有錢 就真的可以進去 就是他搞一個 簽名會 簽名粉絲見面會 那因為他現在 哇很厲害 他被日本傳媒 封了他做絕世美女 那上了Amazon 那個熱銷榜的冠軍 那他就說 哇你們這麼疼我 我就來開個見面會 見一下你們的粉絲 那派些軍糧給你們 那他就說 這次呢 就會賣一些限量版的周邊商品 那還有呢 大家入場費呢 那你可以早點買票的 早買票就早有著數了 那一百三十塊而已 那如果你自買票呢 就一百五十塊 那就有些什麼拿到呢 一百三十塊 就有這個簽名握手券 那有個飲品 還有有個小食 還有可以在任何的一件物件上面簽名 不知道可不可以在底褲上面簽名呢 那還可以有儲名 還有自居這樣 那有些人就說太貴了 那但是我就覺得都算便宜了 一張即場買就二百元 預售就一百七十九元 那但是都有一些很大黑粉絲 就說我打算請假去假 上班都要去假 一定要支持 那因為那一天其實是平一來的 就是這樣 嗯 就是現在素凱琳呢 那你會見到她的發展 那我想如果說AV女優來講 她真的算成功 就是她那個Marketing是做得很好 為什麼呢 本來這些AV女優其實每年年月月 在日本大把 但是她能夠掌握到一些香港人的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不可以說微愛 就是 可能就是掌握到香港人 對於這位女優是來自香港的 那引起了一個轟動 那而日本的傳媒呢 也都 終於醒了 那懂得呢 就拿到她那個優勢 那就是給她一個絕世美女的稱號 那漂亮不漂亮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 如果說這樣 素凱琳是一般的 但是 你再看回 之後 在香港 也說有兩個女孩 加入了AV這個行列 那相比之下 素凱琳就真的是絕世美女來的 是的 那我覺得 如果她真的樣子漂亮的 那就支持一下 如果大家覺得 她能夠為香港珍光的 那就說好故事的 那就支持一下她 光顧一下 那些男人 有人問在哪裏搞 這個見面會 那就不知道 因為她未公佈 她說地址就盡快公佈 但是時間日期 就是5月31號 是星期三來的 就12點到6點這樣 是的 有消息再和大家分享 那我們下一單說什麼 下一單就說一下男子 那男子最近沒有親節 那要說一下一些沒有親節的事情 那就是男子 她在她的專欄那裏就說 原來在她媽媽 就是臨走之前 就是臨過身之前 那她才知道 原來自己 是的 自己不是她媽媽親生的 那就說她三個月大的時候 原來她媽媽在這個時候抱她回家 那一直都沒有告訴她這件事 那直到她離開之前的幾個月 那她的媽媽就問 問其他人 就不是問男子 問其他人 問男子的親生 媽媽是否回來了 那男子就以為 媽媽是否亂說話 親生媽媽是否回來 說什麼 那後來才知道原來她不是 有問題 她媽媽不是腦退化 因為她以為有腦退化 她媽媽是有腦退化 就以為她病發 那原來不是 她媽媽很清醒 就說 又檢驗過DNA之後 才知道原來真的沒有血緣關係 那她都說 她真的很愛她媽媽 因為 即是她養育 她長大成人 那 還有她媽媽 守了這個秘密一輩 所以覺得她媽媽也很大壓力 那她就說 這一輩子的養育之恩 就今世還不盡了 如果有來生的話 希望還可以做你的女兒 這樣 其實阿蘭子的媽媽就是去年離開的 當時我也有問阿蘭子 她的情緒當時很低落 但是她都沒有把這件事說出來 我也很驚訝她和她媽媽原來是沒有血緣關係 因為在過去的時間 阿蘭子是對她媽媽真的照顧得無微不至 她是很孝順很孝順的一個女兒 那她媽媽離世之後 我知道阿蘭子是很傷心 但是 無論如何 她媽媽 真的一直守護了她這麼久 我自己覺得 這個都是她們的緣分 也希望阿蘭子不要圍著這些事情不開心 能夠在今生今世和她媽媽結了這個線緣 我覺得往後生生世世 她們的緣都不會斷 最重要就是祝福她媽媽 不要太掛 有緣的一定會再變 是 天下間也有很多不同的母親 我們又說說泰國那邊 有一位母親 她的女兒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這一宗新聞 就是泰國女星 叫青毛 她跟一些富商出海的遊艇 然後突然說她掉了河 淹死了 最後變成謀殺案 有人查 查到是跟那些富商有關的 就是懷疑那些富商 不知道是不是逼她做什麼 後來就撞死了她 掉下船 是 那時候那些人已經說 她媽媽為什麼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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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判了那兩個兇手 那就有罪了 有罪就可以叫她做兇手 罰她們換刑和罰款 大家網民當然是對這件事 覺得很不正確 很不欣賞 很生氣 為什麼她殺了人 還是罰款 換刑 不用坐牢 她們是負商 罰錢 有什麼阻嚇作用 其實 然後 還要 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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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門口 發院 那這個媽媽 還抱著這兩個 契仔 就是兇手 說她們是乖孩子 好孩子 就說正義已經得到新章 這樣 真是生氣到網民 你是不是用錢可以解決 你怎麼對得住你的女兒 我想這件事 大約年多兩年前 已經是有點峰迴路轉 只不過沒想過 結局會是這樣 我相信她 她媽媽有她自己的一些考慮 沒有的 真相這些事情 正義這些事情 很難說 會因為不同的情況 有不同的結果 現在就是出現了一個 很令人驚訝的結局 大家怎麼想到 她貓最後跟那個兇手 做了朋友 還要上去契契仔 這些 這些說不定 就是這樣 嗯 還未到父親節 但是也有人急不及待 多謝她爸爸 那就是谷阿美 那谷阿美 就多謝曾爸爸 誰曾爸爸 他姓谷 原來那個是曾志偉 他就說曾志偉 是他爸爸 所以叫他曾爸爸 就說曾志偉 每一次在他需要 就是有事的時候 都會幫他 因為他說過 你有什麼要幫 或者想我幫你的時候 都可以馬上跟我說 那他幫過阿美 有什麼呢 原來就是 之前阿谷阿美 就有安排了一些 公司安排了一些工作給他 但是他就不舒服 他就請假 跟曾志偉說 就說是苦科 我要做手術 然後曾志偉 就立刻幫他找到 港大的醫生 幫他做所有手術上面的東西 他說其實那時候我也跟他 不是很熟 但是他都這麼幫我 立刻跟我找醫生 預約醫院 做手術 安排了 所以就很感謝他 這樣 哦 那就好 爸爸當然要照顧女兒 還要那個女兒 還要那個女兒 是這麼美女 那OK 就是 是 是 娛樂圈很現實的 不會無緣無故 對你這麼好的 一定是有些事情 不過 那些是什麼呢 現在說不完 就是 但是我也相信 我也相信 志偉是好人 是的 最喜歡什麼 幫人 幫人 幫女生 原來 原來圈也很簡單 你幫我善我幫你 是 那 因為 他也有一些叫做 曾女郎 經常陪著他 因為他近日 也有去珠海出席 這個樓盆活動 也有一些曾女郎 陪著他 就是這個姚子玲 和新的曾女郎 就是 少初 少初其實是代替了 波波的位置 之前是波波 就是伴著他 現在就 轉了人 那 新來了 那 原來 你不要看他曾志偉 這麼 昂創 五尺 那 其實他也有很多粉絲 他的粉絲會帶 I love you 多一點 我來啊 我來買哪裡 我做女傭居 這樣 是那些珠海粉絲會說的 好英俊 你 這樣 那 那 曾志偉就在這個樓盆活動的時候 就有整七八個保鏢 綁著他 加上那些曾女郎 原來 曾女郎 少初 剛剛第一次出來做 第一次出來做 就不懂得規矩 有些富商 就給他一些 例子 他 那他又不知道收不收好 他就在那 看下曾志偉 又看下姚子玲 跟著他才夠膽 多謝多謝地收了那個例子 你不是昨晚說了這件事嗎 沒有 說給你聽 你笑得這麼開心 昨天說給你聽 是嗎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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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昨天不是說這個 你有些評論 你說人家第一次什麼 你說人家第一次什麼 喂 去了哪 小文 第一次下海 第一次下海 我聽不到 看不到 打起 你又說 我說這些話 當然 我意思是 我意思是 他第一次做這些事情 當然是緊張一點 如果不是 有些前輩教一下他 即是可以收到的 那些利是 他應該是連利是都不敢收 只是知道 他知道 老闆 老闆 借我 要住 皮老闆 那就皮老闆 怎麼想到 那些老闆 會有利是派 這麼巧 是不是 是 你的初夜文 又要走出來了 初夜文 沒有初夜 不是初夜 是 你又有兒子 別傷於我 是趙初不是初夜 OK 那趙初 趙初 還是很生眼 收完禮事 還會說 多謝 不像姚子玲 很聰明 收完禮事 都說 祝你樓盤大賣 生意興隆 一堆新年說話 都說出來 都是姚子玲聰明 那趙初 都要繼續培訓一下 先 是啊 要經過特別培訓 才會說這麼多話 不是開玩笑 是 一口流利的祝福說話 都要訓練 是 就是這樣 好 好 我們要派一下報告金 報告金 就是母親節 那 就是在這裡 我們都祝福天下的母親 就是很漂亮的這些說話 祝你們母親節快樂 還有呢 也希望你們 個個都身體健康 笑口常開 就是 對 不要為這麼多事情 憂愁 對 只要開心過 讓自己健康過 每天都是好日子 對 每天都是母親節 OK 好 今天講到這裡 祝你們母親節快樂 小喇叭 謝謝 祝大家母親節快樂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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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喇叭